《港全貿論》 歡迎大家收看《港全貿論》的時間 我是何良茂 最熱門的話題 這幾天當然要講習近平出巡武漢 這個叫做山山來賜的出巡 這個叫做考察疫區 為何習近平這個時間進入一個曾經水深火熱的疫區 這個武漢市 這個行程是這個星期才醞釀的 我們所謂醞釀是在國內的媒體見到傳說 最初那幾天就說傳說 然後有副總理孫春蘭打頭陣 然後是3月10日上週 習近平坐飛機直飛武漢南巡 這個南巡有幾重意義的 可能宣布武漢肺炎 或者是新型冠狀病毒 去了一個叫做分水嶺 官方希望趁習大大的行程 能夠有所宣示 宣示什麼呢?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紐約股市開市的時候 那些叮叮叮叮叮的那些鐘聲 就是開工了 就是要大家準備要復工復產 就是有這個含意的 另一方面也都可能顯示武漢肺炎 去到這個時刻已經進入了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或者是開始那個疫情確診的病例就減少之中 走上減少這個軌道 事實上以中國官方公佈的確診數字和死亡數字 過去大概接近一星期是不斷下降的 特別在武漢或者湖北以外的地方 那個數字就是吹向下降 甚至有些地方確診是零 死亡個案都是零 但是在國際上 特別是意大利、伊朗 甚至美國以至加拿大這些地方都在上升 意大利就進入了全國封國的階段 比起武漢封城就進一步 那麼意大利當然疫情還未能壓止到 可能和當地的生活習慣有關 也都可能和意大利北部 現在的倫巴底地區那個疫情爆發的中心 附近都相當多來自中國的工人 特別是溫州或者浙江的工人 在那裡開一些名牌的廠房 可能春節回來有關的 這個是我的按事實的估計 說回習近平去到武漢 今天看到孫春蘭去那個小區出巡的時候 樓上有人叫假的、假的、全部假的 就是說義工在樓下派那些什麼肉那些 就是裝假狗的 今天習近平來出巡就再聽不到了 那網上就說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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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假 那網上有網民的反應就說 真的很假 很假我們就未能夠百分之百確實證實 但是我們看網上這個微信的資料 看到武漢地區的那些民眾 在微信的群組又傳出 習近平去到一個小區 這個他巡視的所謂東湖新城社區 跟這個居民坐下來 跟這些災民談話 就是慰問之情 也都在街上去看一下那個疫區 我們看到很多官方的鏡頭 就是看到習近平和他的徐從 還有那些保鏢就向上望的 就是望上樓上 就是跟樓上打招呼 爆出一句說話 習主席辛苦了 這句說話就聽得出來 就很明顯是一些造媒說出來的了 亦都是那個 就是預定的台詞那種口吻 就是呼之欲出的 其他就是我們看到 在街上突然間有幾公里長的黑衣人 就是那些叫做群眾演員 就在街上走 清場 然後習大大先出巡 也都是看到很多樓上 向這個習主席所說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比較清晰的 還有這些說話 全部都是看得出來 是一些預定的台詞來的 那實際上這些居民都說 在習近平巡視之前 他是3月4日巡視的嘛 之前一天已經是網上流傳就說 公安要進入這個小區的屋 理由就是這個小區的屋 是防疫到位 沒有疫症的 沒有確診的 是乾淨的 但是公安就要穿著防護服 他們聲明這些入屋的公安 是來坐一個小時 是健康的 叫居民放心 叫來真是入屋 就是一個或者兩個一組 就進到陽台坐在那裡 就看著樓下 很明顯這些是群眾演員的 一個指定演出的動作 那些居民就拍到他們的背影 很明顯 就是這次說就說是一個沒有假的假的 但是真正也是屬於叫做官方擺拍的 這個中國過去幾十年 有大人物 特別是中央級的人物出巡地方 往往都會有很多地方上的群眾演員 以致到事先鋪排 他們的說話 他們的動作 以致到和到訪的VIP 那個交流的劇本是事先排練過的 那麼習主席相信今次都 就是99.99%都不會有假的了 都是真正排練過的了 那麼其實習近平這個 遲來的考察 遲來的巡視 那麼是不是一個 剛才我們說的開工的信號之外 也都是有人說 可能是向黨內 不相信他的人 或者是想整理他的人 就作為一個信號 我在這裡 我現在是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人道、聲道 和那些居民 和那些疫區居民交流 那也是一個震懾的作用來的 那麼其實呢 習近平有沒有想過 他今次那個山山來遲 對於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疫症 在中國爆發 而是擴散到全世界 但是他這個做法其實已經錯過了一些 我們叫做危機管理的ABC 危機管理就是說 你在一個事情出現的時候 一定要及時去解決 那麼我們先說危機 處理危機 有四大禁忌 第一 千萬不要不以為然 置之不理 第二 千萬不要和危機出現的時候 就是爭鋒相對 就是說對於危機爆發的因素 或者一些事情 就進行一些 叫做很辯駁 第三 千萬不要敷衍失責 也都不要推諉這些 應有的步驟 那麼第四 不要歪高事實 也都不要混淆事頂 那麼看習近平 這四大禁忌其實第一行已經犯了 就是不能夠第一時間處理 就置之不理 特別是去年12月 有些人說可能11月下旬 已經有第一個所謂零號病人的事件出現了 無論怎樣說都好 去年最後那個幾月 到今年的第一個月的前20天 習近平是沒有 作為一個領袖 第一時間應對危機 作出果斷有效和迅速 因為疫症的病毒 是不會和你客氣的 它也都不會等你 它也都不會因為你權勢大 就怕了你 你權勢弱勢的就會更加侵害你 總之就從時間競賽 結果呢 起碼都損失了四十多五十日 如果計算其他病人 如果在11月的話 就差不多一個多月都沒有採取行動 你說那些新型冠狀病毒 是不是如若無人之境呢 那段時間 當然也都是呼險失責 又扯皮了 地方和中央又說要報 中國呢 過去十幾年就花了七億多人民幣 所建立的那個警暴系統 是今次完全失效 不知道是失效 還是沒有人去應用它 總之就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 在公共利益 公共衛生的需求 和這個大前提下 就發出警暴 這個危機處理 本身是否已經犯了忌呢 你習近平你現在過了秒 去到疫情 差不多一個來到他認為的分水嶺 就才下去區 也都可能被一些 現在叫做重災區的災民 特別是武漢市 或者湖北的省民 會覺得 你好像計過了一切 安全風險系數 對你沒有影響 或者是風險去到零的時候 你才下來 但是過去那個幾月 特別是一月二十三號封城之後 去到三月上旬 這段時間 災民 死的死 傷的傷 被困在危城裏面 各種心理之毆 各種身心俱疲 甚至有些全家死了 有些是失去親友 失去同事 失去朋友 這些災民 死者 或者受難的人 是數以千計萬計 而受影響的人 當然是過百萬 甚至如果湖北 就是上億的人口 那麼你要這麼多人付出代價 你現在才在風險系數 對你最好的時候 就是你才來巡視 這個是一個危機館裏面 就是最犯忌的 應該第一時間 身先是足 馬上去到現場 是與民共金虎 與這些百姓 是所謂共富一握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你真是一個領袖的風範 當然 我們看回2014年 美國出了一本書 叫做《災難大師損失控制十大軍規》 英文書名叫做 《Master of Disaster Detain Commendments of Damage Control》 這本書是怎樣分析 這個危機 導致損失的 提出很多好的建議 有十條規矩 我們都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要充分披露 即是沒有 在習近平來說 特別是早期來說 是隱瞞的 第二 向核心受眾說明原委 如果是武漢守法的 或者是湖北省是重災區 你應該第一時間向這些疫症的發源地 講清楚原委 將透明度降到最高 第三 不要吸全員加料 即是愈遲弄清真術 其實愈可能就是美大不調 現在頭這三項 習近平或者他的領導班子都犯了規 第四 細節是至關重要的 Details matter 第五 要挺空抬頭 不失專員地道歉 如果你做遲了 或者做不足 這個是屬於領導者的一種指定動作 如果你有所不足 又是你要顯示自己的承擔 擔當精神 要挺起空堂去道歉 第六 要坦率地說出你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 你打算採取怎樣的解決問題方法 這個就是跟透明度有關的 你要讓民眾知道你有什麼東西 知道有什麼不知道 這個是表明你是沒有隱瞞 你是要跟他們共甘苦的心情 第七 以壓倒性的力量予以回應 那就是說 要第一時間用洪荒之力去解決問題 那你到了疫情 四十幾天之後 你才說 喂要大件事了 要人全日了 要大家要採取步驟 那才用舉國之力 是有做 但是遲了 都是不妙的 第八 要先入先出 要坦誠報公 所謂first in first out 那這些都是屬於有步驟的 就是見一見 就解決一見問題 要讓人覺得你是有方針條理的 第九個 軍規 不得無視居心不良的指控 要迅速駁斥之 那就是說 不要給一些謠言 不要給一些所謂misinformation 到處流傳 那第十 就要揭穿對手的險惡動機 那如果這個是一個人為的災難 那就是有人弄古造怪 或者有人搞陰謀 你當然要揭穿 但是這次是一個疫症 這個疫症 你不能夠說它是人為的 如果我們相信 或者以北京說 是所謂野生動物引起的 那你就更加需要揭穿 這些問題的根源 那這個第十 就和第一是互為表類的 你有充分披露 就不需要做第十的了 那這些屬於災難大師的忠谷 在今天中國共產黨統治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處理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或者武漢肺炎來說 是不合格的 所以你現在遲了下來 遲到好過沒有到 但是都不能夠免除 你最初引發這個問題 那個造成那個 因為隱瞞 遲暴 遲到 遲到採取行動 造成那個災難性的代價 那現在所謂damage control 所謂損害已經造成了 就能夠將它減到最低 但是你現在才說 山山拿寺去探訪災民 都不會說你習主席辛苦了 其實是應該說 災民你們辛苦了 甚至受苦了 那才是一個大國領袖 應有的所謂 就不是大國戰役 那種跨其談 勝利都未曾分得到 未曾決定 就是你最後笑出的人的時候 你就要搞一個大國戰役的書 那你都知道醜了 就馬上就叫停了 因為這些在災民的傷口 在災民的痛苦心情上灑鹽的做法 是不應該出現的 你整個大國戰役這本書 現在中國確診的數字 但是官方數字就是降低 但是外國國際數字就上升 那無論如何 現在都導致全球 過十萬的確診病例 死亡人數以千計 就是中國以官方計 都超過三千 那外國、美國、加拿大 死亡人數都有所增加 當然增加的數量 而且速度不及意大利、伊朗 或者其他西歐國家上升之中 但是都希望這個疫情早點解決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這次疫情的轉向 發現中國或者北京的領導 就蓄意想轉方向 將疫情的源頭掃去美國 這些是不得的做法 其實是沒有說服力的 因為如果美國是這個源頭 為什麼會回來中國呢? 你不能說去年十月搞軍運會 所以美國就是那些運動員 就帶他去 這些荒天下之大謬的 就是硬砌外國人生豬肉的說法 說疫情源頭在外國這種做法 本身是屬於毀過於人 如果再不改變這種心態 就算你再去多幾次武漢 都不能夠認識到這些受害災民的 他們不滿的心懷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 或者希望多些看我們的節目 就是訂閱 還有按個讚 如果你覺得可以給多些人看 就分享出去 好 多謝各位 好 拜拜